咱们再来回来说一说 酒驾的事儿 老生常谈了 前几天呢 在浙江杭州 萧山的一个路口 发生了一起 小轿车冲进花坛的事故 接警后 交警立刻就赶赴现场处置了 可是司机的表现 却让交警啊 是哭笑不得 画面中 我们看到这辆黑色轿车 在右转过程中 静止冲进了中央隔离带的花坛里 交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驾驶员李某浑身酒气 随后 交警就对驾驶员进行了 呼气时酒精测试 发现其检测结果 已达到最佳标准 李某一开始还算配合 也承认了自己酒和驾驶的违法事实 可是当民警将其带到医院抽血后 他却立马吸睛上身 开始了各种表演 经鉴定 李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高达每百毫升 209.6毫克 数醉酒驾驶 目前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同时驾驶证被吊销 五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咱们都说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找一个代价就那么难吗 而且咱们一定得牢记了这个事 嘴都磨出茧子了